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天开跑了一连五天 那么今年两大趋势 一个是平板跟笔电的结合 平板变笔电 笔电变平板这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强打微软新视窗Win8的这个系统 虽然是抢尽风头 但是今天才开幕哦 南港展览馆竟然发生了更换媒体区的电脑 当机让国外的媒体在那边大排长龙的 也实在太丢脸了 就是Ultra 结合Ultra布跟Table的Concept 合起来是平板电脑 划开来变笔电 号称划一下就能变身的Slider S20 在台北国际电脑展里抢弦曝光 有一个专属的键盘 今天它可以这样宣传到295度 这样放在这边 我们可以就一个DK的楼 首次登场的还有这个Iconia W510 外接专属键盘 但要拆要转都没问题 更强大Win8系统展现随形趋势 最夯的Win8的作业系统之外 就是其实我们的Concept 也是结合了Table跟UltraBook 所以里面还有键盘的方式 跟触碰的萤幕 投降感上最新趋势的TiG 号称新品拥有双萤幕 但电脑展却只有工程机 无法操作 令国外参观厂商失望不已 如果实际碰到的话 很难很难想象 这个应用的空间 最夸张的是全球第二大电脑展开幕前 电脑机大当机 让国内外几十家媒体苦等排队 有人还等半小时以上 有外媒开玩笑电脑展 电脑却出钱 太讽刺了吧 不过主办单位无法立即提出备案解决 这连可丢到国外去了 中天新闻和宽源路易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